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评论 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德国到2023年底可能有数万家公司破产 能源成本已经上升到年初的247% 经济正在面临崩溃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 德国还要采取反华行动 实在是太不理智了 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和战百国 理应对战争行为有深刻的体会和反思 向东亚派遣部队以及议员参访台湾 这种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德国人身上 但是自从冷战结束以后 德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对外军事行动了 早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 德国就派出作战飞机 参加了对蓝联盟的空袭行动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德国也派出了大约一个加强连的兵力 在阿富汗长期驻扎 今天的德国似乎并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那么德国会不会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 今天的德国社会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十分矛盾的精神状态之下 他们非常清楚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其他的民族犯下了滔天的罪心 所以心中有强烈的赎罪情绪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做些什么 但是德国社会把美国当作唯一的道德偶像 现在美国人成为了祸害全球的推手以后 德国人便要精神错乱了 本来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 在新疆社会治理方面的措施 这都是中国的内政 别人是无权干涉的 何况中国和德国之间根本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历史的恩怨 有的只是互惠互利 但是在美国的带领下 新上台的德国领导层 反华反的不亦落乎 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为了维护正义呢 而不是纯粹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呢 当然德国还是有些明白人 能够认清美国的本质 在北溪天然系管道被炸毁之后 德国的社交媒体做了一次非正式的调查 94%的参议者认为 北溪管道的黑手就是美国人 而不是俄罗斯 在一些私人场合 德国的社会精英们也能够老老实实的承认 德国就是在受到美国的全面的压制 甚至是压迫 但是这种认识是没有办法转化成对美国的反抗的 反而让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怨念 在他们看来 美国之所以会向德国下手 主要是收割中国的阴谋 一再失败 特朗普发现贸易战 不但没有降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反而促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步扩大 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新冠病毒来祸害中国 没想到就被新冠病毒严重的反噬 美国对中国搞芯片禁运科技脱钩 反而激发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坚定决心 下大力气解决高端集成电路的自主创新 和大规模的生产问题 那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产业和经济分析人士 都认为假以时日 中国一定能够解决高端集成电路的国产化问题 美国既然收割中国不成 那为了解决它的财政困境 只好向其他的国家下手 其中也包括欧洲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和欧盟的核心 欧元的最主要支撑者 自然就成了收割的首要对象 美国不断强迫德国中断与俄罗斯的经济贸易联系 强迫德国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逼着德国人去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所以有一部分德国人对中国是有怨恨的 要是中国投降 美国不就可以放过德国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社会各种不理智的访华思潮和访华行为 就逐渐逐渐的变成了现实 我们很难去改造以顽固著称的德国人的头脑 但是中国与德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制造业国家 对于稳定世界经济 保证全球供应量稳定运行是有责任的 德国人要是不能及时的把自己的思路扭转过来 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来稳定巩固中德关系 必将给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贸易合作造成恶劣的后果 最终也必定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